家人们你们看 是不是越来越融入本地了 今天我们找了一家 在住坏本地开了快 30多年的一家州户 而且里面据说有80多款州 供你选择 而且价格还不贵 便宜便宜不要紧 你不要是喜欢老店好吧 开冲开冲 有位置吗 总算如此 我们选了一个露天的位置 太好了 你们店有80多个州 100多个州吗 你们看这个菜粉 秘密麻麻 点一个鲍鱼干摇柱子 一份下润肠粉 一份叉烧肠粉 姜葱炒好 对 还好 220块 220啊 220块太好了 220块 这么几粒的吗 那么 我本来是有发行的 但是就还在风太大了 我感觉台风还来了 中海的风太大了 把我的发型都吹乱了 你说广东人最喜欢 吃粥的时候配油条 真的 不是我瞎扯的 原本就是普通的油条了 这么快吗 你觉得这8块钱 一份划算吗 我们宁波 我们喜欢油条蘸豆浆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你们所在的地方都喜欢油条蘸什么 有没有蘸胡辣汤的 我问我男朋友你都觉得这个什么 你哪个男朋友 新男朋友 牛肚是吧 还有蘸东西的 而且已经本身卤香味很重了 就这个酱汁它有一点盖过这个牛肚的原本的味道了 牛肚真的是越嚼越香 炖的很软弱 不说这个东西 中热的 毒热的不如中热的 不是说这个气 哈哈哈 这就是你口吧 咸的 它是下面那个 那是什么高啊 这是萝卜是吗 我都吃到萝卜了 啊是吗 找我再吃一遍看看 打过以后是不是 嗯萝卜糕 这是芋头糕吗 要吃个芋头糕 不知道谁说我不要吃 真香 这还是芋头的香味 那是萝卜的 我要先喝个粥了 有点淡 有人说要 淡个一条吃 嗯 有一条只要是见过湿的东西 里面吸的就是比如说豆浆啊粥之类的 它味道就会变不一样 有点小胖 这我们的吗 应该这个吧 可能是 很 嗯 自己的事情 要吃一个 这个油条也堆太多了 谁说我喜欢吃油条呢 哦好舒服这个风吹的 有没有小伙伴供应该 特别喜欢这种夏天 露天的环境下 老一股风吹过的时候 那股风真的比空调吹的的风还要舒服 那还是 这个油条蘸过周一会 就真的变得更加好吃了 你们说这个鸡脚是脆的还是糯的啊 能不能买定一首 脆的打一 糯的打二 又脆又糯的 你打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嗯 QQ弹弹还 Q弹弹还 哈哈哈 可脆的 但它里面就在馒头的 你很入味啊 他掌正宝那份好大 说没有了解 啊 这年使育没了我 这年寺不下了我 掌正宝是鸡的老铁 我有掌正宝 你是鸡啊 我只是有掌正宝 不太因为我有鸡 我是鸡 我以前总觉得 你看这盘菜 一个壳剥开 一个壳里面是一个生蚝的时候 你会觉得生蚝是一个很珍惜 很稀荣的东西 而现在它怎么 直接把一盘肉给你剥出来 反而没有那种惊喜感 这一大股能量涌入我的身体了 要变身了 还要留鼻血了 我姐妹们一起剥 为姐妹们点的 它没有那种不太生蚝好吃 它吵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 明天我们就要去吃生蚝火活 到时候我们来吃生蚝 你自己吃个爽就好了 最近有家人问 你总是吃这么多有腻的身体 吃得香吗 因为我最近有吃维生素 调整身体 毕竟毛主席承受过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权 没有叉叉味 因为叉方便 我说点 我以为我们三个人 会点100多差不多了 那我点了200多 感觉也没有什么便宜 正常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会点个100多的差不多 我感觉今天确实有点多了 下次来我肯定不会点那么多